第三十七集 上官念地抓住了大雅的黑奶羊对我说 来呀 快过来 他俯着羊的脊背使羊安静下来 来呀 他的眼睛里使亲切的鼓励 我迟疑着往前迈了一步又迈了一步 来呀 钻到羊肚皮下 学他的样子 我躺在草地上 脚跟蹬地 使脊背往前滑行 大雅 大雅 往后推几步 念地说着 往后推着黑羊 我看到高密东北乡的天空 蓝得耀眼 有一些金子般的小鸟 在荧光闪烁的大气中飞行 滑翔 发出悦耳的鸣叫 但很快 我的视线便被挡住了 黑山羊粉红色的奶袋子悬在我的脸上 两只大虫子般的奶头 哆嗦着在寻找我的嘴 他们碰到了我的嘴唇 碰到我的嘴唇后 他们哆嗦得更加严重 他们要起开我的唇 他们摩擦着我的嘴唇 使我的嘴唇麻酥酥的 好像有微弱的电流在刺激我 我沉浸在一种类似幸福的感觉中 原先我以为山羊的奶头是柔软的 没有弹性 如同棉絮 在嘴里一扎就会一塌糊涂 现在我才知道 他们竟然是硬而柔韧的 具有优良的弹性 并不比母亲的乳头逊色 在摩擦中 我感到有一股温热的东西 如湿了我的唇 这液体有些山 但山中有香 是遍布草地的那种苏油草 混合着小黄花的香味 我的意志软弱下来 紧咬着的牙关松动了 我的双唇一张开 山羊的奶头 便猛地钻进了我的口腔 它在我口腔里兴奋地抖动 一股股奶汁强劲地射出 有的射在我的口腔壁上 有的直接射入我的咽喉 我憋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我吐出它 但另一只奶头随即钻进来 它比前一只更加生猛 山羊抖着尾巴 轻松地离开了我 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满嘴的山气 我想呕吐 满嘴草香与野花香 我不想呕吐 六姐拉起我 抱着我转了一圈 我看到她的脸 因为兴奋出现了一片雀斑 她的眼睛 像刚从水底捞上来的黑石子 一样光洁一样亮 她激动地说 傻弟弟 你有救了 娘 娘 六姐兴奋地喊着 金童能吃羊奶了 金童吃羊奶了 屋子里传出噼噼啪啪的声响 母亲把沾着一些闪烁着金属光泽的血迹的擀面杖扔在锅眼上 她张着嘴巴 呼呼地喘息着胸脱剧烈的起伏 上官吕氏 躺在灶旁的草堆上 她的脑袋裂开了一条缝 好像一颗被砸破的核桃 八姐玉女 蜷缩在锅灶口 她的耳朵像被黄鼠狼咬掉一块儿 缺口边沿不齐 渗出一串串的血珠 那些血珠染红了她的腮和脖子 她嗷嗷地哭着 失明的双眼里流出很多泪水 娘 你把奶奶打死了 六姐惊叫着 母亲伸出几个指头 处了处上官吕氏头颅上的裂口 然后就像被电击了一样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我们作为特邀代表 爬上草地东南部边缘的卧牛岭 观看支队司令司马库 和美国青年巴比特的飞行表演 那天刮着东南风 阳光很好 爬山时 我与上官来地同成一匹骡子 上官昭地与司马良同成一匹骡子 我坐在上官来地胸前 他的双手搂着我的胸膛 上官昭地坐在司马良前边 司马良只能抓住他腋下的衣服 而无法去搂他的高高挺出 孕育着司马家后代的肚子 我们的队伍沿着牛尾巴 渐渐爬到牛脊梁 牛脊梁上长着一些叶片锋利的尖草 和一些开着黄色花朵的蒲公英 骡子驮着我们 走得相当轻松 司马库和巴比特骑着马超过了我们 两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表情 司马库握起一只拳头对着我们晃了晃 山顶上有一处黄色的人对着山下大声吆喝着 司马库挥起短短的小鞭子对着杂种马的屁股抽两边 小马便一蹿一蹿的往岭上跑去 巴比特的马紧追着司马库的马 巴比特骑马跟他骑骆驼的姿势一样 无论怎么摇晃 上身总是保持正直 他的两条腿太长 马蹬几乎垂到地面 马在他胯下显得既可怜又滑稽 但马跑得很快 我们也快点 二姐说 他用脚后跟磕了一下罗肚子 他是官里代表的首领 堂堂司令夫人 谁人敢不尊敬 跟在我们罗子后边的那些民众代表 地方名流 虽然气喘吁吁 也没有一句怨言 我和莱蒂的罗子 紧随着昭帝和司马良的罗子 莱蒂藏在黑裙里的乳头 蹭着我的背 是我重温驴草里的游戏 我感到很幸福 到达山顶 风力大了许多 那面白色的侍风旗 被风吹得波波作响 旗上的红绿丝韬 在风中飞舞 宛如紧急的肠尾 十几个士兵正从两匹骆驼的背上往下泄东西 骆驼们愁眉苦脸 他们弯曲的尾巴和后腿的关节上残留着拉锡的痕迹 高密东北乡草垫子里的肥美嫩草 胖了司马库支队的罗马 胖了老百姓的牛羊 却苦了那十几匹骆驼 他们不服水土 瘦得屁股像锥子 腿像匹柴 原本坚硬挺拔的驼风 像扁了的口袋 歪歪斜斜几乎要倒下去 士兵们展开一块巨大的地毯 铺在地上 司马库命令 把太太扶下来 士兵们跑上来 扶下大肚子上官昭地 抱下大公子司马良 又扶下大姨子上官来地 再抱下小舅子上官金童 和小姨子上官育女 我们是贵宾坐在地毯上 其余的人站在我们身后 鸟仙在人群里哆哆闪闪 二姐对他招手 他把脸藏在司马庭的背后 司马庭害牙痛 用手捂着肿起的腮帮子 我们坐的位置 相当于牛的脑门 前边是牛的脸 这头牛故意把嘴往胸前扎 牛脸变成了海拔五百米的悬崖峭壁 风从头上掠过 吹向村庄的方向 村子上空笼罩着一些 如烟似雾的薄云 我寻找着我们的家 却找到了司马库家 方方正正的七进大院 教堂的钟楼 木结构的瞭望台 都变得小巧玲珑 平原 河流 湖泊 草垫子 草垫子上镶嵌着几十个 圆镜子般的池塘 有一群羊那么大的马 有一群像狗那么大的骡子 这两群是司马支队的牲口 有六只像兔子那么大的奶羊 那是我家的羊群 羊群中那只最大最白的 是我的羊 是母亲向二姐提出申请 二姐委派二姐夫的军需副官 军需副官派人去宜蒙山区买来的 在我的羊旁边 站着一个小女孩 她的头像个小皮球 但我知道她不是小女孩 而是大姑娘 她的头也比小皮球大得多 她是六姐念地 今天她放羊放得可真够远 她把羊赶到这么远的地方 并不是为了羊 而是为了她自己也能看飞行表演 司马库和巴比特 早已从马背上跳下来 那两匹小马自由地在牛头上漫步 寻找着开紫色花朵的野木须 巴比特走到悬崖的边上 俯身往下望了望 好像在目测高度 她的孩童般的脸上 有庄严的表情 她低头看霸悬崖 又仰起脸来望了望天 避空万里 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她眯着眼 举起一只手 好像在测试风的力量 我认为 她的行动是多余的 风把旗子抖得那么响 风把我们的衣服都鼓了起来 风把老鹰刮得侧歪着翅膀 像一片旋转的枯叶 你还举手干什么 她进行上述活动时 司马库一步一驱地跟随着她 并煞有介事地模仿着她的动作 司马库的脸也绷得很紧 但我感到她也在装模作样 好了 巴比特生硬地说 可以开始了 好了 司马库生硬地说 可以开始了 士兵们抬过两个包裹 抖开其中一个 是一片大的 似乎无边无角洁白的丝绸 丝绸下拖着一些白色的绳子 巴比特指挥着士兵 用那些白绳子 把司马库的屁股和胸膛 捆绑起来 捆绑完毕后 他拉了拉绳子 似乎在检查是否结实 然后他把那些白绸子布抖开 让士兵们扯着边角 风猛烈地吹来 那块长方形的白绸 呼啦啦响着鼓了起来 士兵们松手 白布鼓成一面弧形的帆 绷直了所有的绳子 拖着司马库 司马库想站起来 但站不起来 他像一头小毛驴子 在地上打着滚 巴比特跑到他的身后 抓着他背后的绳子 声硬地叫着 抓住 抓住控制绳 司马库却猛然觉醒般地 大骂着 日你祖宗巴比特 你这是谋杀 二姐从地毯上爬起来 向司马库追去 他刚跑了两三步 司马库就从悬崖边缘上 滚了下去 司马库的叫骂声 也停止了 巴比特大声吼叫 拉左手的绳子 拉 笨蛋 我们都到了悬崖边 连八姐也跟着过来 他懵懵懂懂往前走 被大姐一把拉住 那片白愁 真正成了一片洁白的云 歪歪斜斜 呼呼悠悠地向前飞去 司马库悬在云下 身体扭动着 像一条钓钩上的鱼 巴比特对着他吼 万猪 万猪笨蛋 注意朝地动作 那片白云顺着风 飘走了 一边飘 一边降低高度 最后落在了很远的草地上 变成一片耀眼的白 覆盖着绿草 我们早就张开了嘴巴 屏住了呼吸 眼睛追随着那片白 直到落地 才闭嘴喘气 但二姐的哭声 又使我们陡然紧张起来 二姐为什么哭 二姐哭绝不是因为高兴 而是因为悲哀 我马上想到 支队司令员摔死了 于是众人的眼光 更专注地盯着那片白 盼望着出现奇迹 果然奇迹出现了 那片白洞了 高起来了 一个黑东西 从白里钻出来 站起来了 它对着我们挥舞双臂 兴奋的声音传上牙颠 我们齐声欢呼 巴比特满脸通红 鼻子尖发亮 好像涂了一层油 他把自己捆起来 把那个白补包裹 背在了脊梁上 然后他站起来 活动活动胳膊腿 慢慢地往后退 往后退 我们都注视着 他却目中无人 双眼盯着前方 他退回来有十几米远 终于定住了 他闭着眼 嘴唇抖着 念咒吧 念完了咒 他睁开眼 撩起长腿 飞快地往前跑 跑到我们身边 他的身体猛地弹出去 挺得笔直 箭矢般地下落 一瞬间 我产生过这样的错觉 不是它下落 而是悬崖在上升 而是草地在上升 突然间 一朵洁白的花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花朵 在草地上和蓝天下盛开了 我们为这朵大白花欢呼 它往前飘 吊着巴比特 稳稳当当 像吊着一个铁秤驼 很快 铁秤驼落了地 正落在我家那群羊当中 羊向兔子四散奔逃 秤驼移动了很短的距离 那朵大白花像一个巨大的鱼炮 突然瘪了 把秤驼覆盖了 同时也把牧羊女上官念地 覆盖了